我是大头,今天的话题是 天佑碰瓷杨幂粉丝胡思,海迈哥叫错了 近日杨幂微博的评论区突然出现了众多网友的辱骂 却是因为MC天佑 MC天佑因海迈而成名,成了最火的海迈主播 不仅手撕过金星,而且还入怼吴亦凡 这次更强行碰瓷杨幂 在明日之子节目中,杨幂叫了一声天佑海迈哥 然而这个称呼瞬间遭到佑家军的炮轰 称杨幂不懂得尊重人,MC天佑还在直播中暗讽杨幂耍带牌 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替杨幂抱不平 搞笑,本来就是海迈出名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 是谁,看样子我真的有点土了,但我听过杨幂 杨幂在节目里挺帅的,还跟着天佑的节奏给打扣 一点都没看不起哦 明明就是一个节目直播而已,有必要那么较真吗 有必要那么不离心吗 我觉得天佑挺好的,都是老台粉丝乐的货 好了手脉,我感觉都毁了毛不易整首歌 之前就碰死我吧,现在碰死要命,快手上有几个粉丝就觉得自己能进进娱乐圈了是不是 低调点吧小伙子,不能因为前面的路走得太顺,就太狂了 天佑微博回忆,感谢每位老师的对天佑的珍贵意见 也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评价,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各位老师那里倒外 其实他们俩都没有错,错在举办方 一个喊卖的,你叫他来当合唱交宾 一个演戏的,你叫他来当音乐评委 天佑直播又回忆,我是想回那么一两句 结果麦克风给我关了,要是我回忆去,估计全场就干扰了 而且人家是老师,我们就是老百姓 司征,有人欺负大秘密,作为正义的花生,你不出来主持一下公道吗 我觉得王小长下一个对答,就是天佑